一个曾经在各大饭店担任烘焙主厨的年轻人 回到恒春乡下专门收购卖向不好的无毒蔬果做成酱料 他说以前接触的都是进口酱料 像是法国的芒果酱 其实原料来自台湾 这些芒果搭飞机到法国做成果酱 做好之后又再搭飞机卖回台湾 这一来一往当中产生的碳足迹对环境都是伤害 既然这样何不善用在地的食材呢 像是这个季节 他就购买恒春盛产的洋葱 用柴烧的方式做成洋葱酱 农民说看到年轻一辈愿意为土地为小农尽一份心力 真的非常感动 这个已经是第四个窑了 做更好的热对流 露天的窑花了半年时间才打造好 搬来废墓料当柴烧 实现了攀世界的无独低碳料理梦 下雨天就不能做了 对啊 所以要看天 跟修琴姐一样啊 看天吃饭 烟洋日照加上柴烧火力为了炸洋葱 这位大汉一天要上演好几次的试背秀 还好有香气来平衡湿气 洋葱它有95%都是水分 如果说单纯用炒的 它水分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那它就会变得有点涂涼 那我们是用炸的话 它的香味才会出来 也可以充分逼出 对 就跟做那个红葱酥 以前人家做红葱酥也是用炸的 他从老阿妈的炸红葱酥概念 想到洋葱也可以如法炮制 因此做起了洋葱酱 每年三四月洋葱开始采收 就是它最忙碌的时候 来这边是因为说我们可以产地 就近的加工嘛 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炭足迹啊 那会做这个是因为说 来到这边了 这边就是洋葱最大的产地嘛 那如果连洋葱都搞不定的话 那在这边有什么意义 十年前当攀世界刚满三十岁 就做了准备天天劳动流汗的决定 首先他辞去台北知名大饭店 烘焙师工作 接着南下横春 寻找各种利用友善土地 过生活的可能性 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怎么放得下 不是啊 问题是你 在工作存了很多钱 然后身体也搞坏了 然后老了退休之后 才来过现在要的生活 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那等老了之后 你还有那个体力 可以去做这些吗 我才不相信 我觉得我现在做就很吃力了 季雅 没想到你的洋葱 都还可以做成这样啊 对啊 那不简单 现在我帮你来这儿打工吗 对啊 因为你有那个工 请一个阿婆 打工 换驾 对啊 这一大片农地 就是秀琴仪的洋葱田 南台湾一连下了三天的好大雨 结果田里像是被炮弹轰炸过 洋葱不是被连根拔起 就是已经在土里烂掉 我这个 因为这个长头的都 还没长大了 还没长大就都会去啊 对啊 没长大 没长大也是 这样没长大要跟谁说了 听说白了 跟听说白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掏天吃饭 对啊 听说白了 我们多少饭我们就吃多少 一直以来 都使用盥洗农法的秀琴仪 是在这群推广友善土地的年轻人 劝说下 才拨出一小块田 试验有机农法 掘头掘起来 一位啊 你就可以 这样掘起来 在土面掘起来 掘了 要掘了吗 你真掘 对啊 对啊 你怎么办啊 还没长大也没长大 对啊 不然如果筋振起的都没长大就没长大 像这个 这个有 有粒才有长大 像这个钉钉又有长大 还可以做 这都还可以做 这 这稍微三粒了 你知道吗 这摆得比较漂亮 稍微三粒回来 不喷农药的洋葱 抵抗力已经不强了 准备收成时 又遇上大雨 结果收成量 只有盥形农法的 二分之一不到 大油就 较不得了 较不得了 我这就是有 人家说有土的啊 人家要去浸泳 如果浸泳没过我 要换呢 对 浸泳没过我 要发钱呢 这样就会好 我们就要整厢 这样对吧 原本是担心被罚钱 才忍着不失化肥 后来是老人家自己觉醒 发现空气中少了化学气味 人的精神也变好许多 再加上年轻人继续帮秀琴牵线 答应他 连NG的洋葱都有人愿意收 他这才无后顾之忧的 迈入第三年种植 农民的艺术都没有人知道 有啊 我知道 你知道的吗 你知道的你怎么把我捕捉 有啊 所以我带你师傅啊 可怜啊 蒸到这不知道什么汤头 有机农法种洋葱 必须在土里多待至少两个礼拜 三颗加起来的总重量 也才等于惯形的一颗洋葱 攀视界秉持着要让下一代 还能有好的环境生活 于是收购有机田里 难以再保存的作物 加工做成酱料 所谓的NG洋葱啊 就是它里面的芯 含有水分量比较高 那它没有办法保存 到消费者手上的话 就会开始腐烂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 还要先晒一下 继续晒过太阳的洋葱 水分变得更少 清洗过后 因为无毒 所以连皮都可以食用 这份事业 老婆婉尊在上课之余 也会当起帮手 这间以前做烘焙差很多 都被老公害的 为什么世界都不会流眼泪啊 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单纯很敏感 很敏感 也会啦 还要量要比较多一点而已 有的不会啦 没有啦 刀子也有差啊 世界和婉尊原本是烘焙界 师徒关系 指导到最后 师父追起小四岁的婉尊 两人谈起恋爱 最后结为夫妻 以前还在冷气吧 对啊 还跟那个甜点一起吹冷气 这偏爱不是是跟洋葱 紧在拍的 切好的洋葱就放进油锅里去炸 油温避免太高 以免油变质 经过十几分钟 洋葱开始卷曲变得焦黄 香气也飘散在空气中 就是从洋葱油 洋葱酥的那个概念 然后因为他们只是把它炸一炸就这样 那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拿来做什么 直接吃的 他观察 许多做洋葱酱都是用炒的 但他认为这样的方式 水分无法完全被逼出 反而容易造成食材腐败 因此才选择用炸的 这个因为它长得比较慢 所以它的硫化物含量比较低 它经过慢抹下去炸过之后 它会 它里面的糖分会焦化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比较甜的 然后也多了一个焦糖的香味 其实它原本就有中餐料理地 学校毕业后 最早是跟着哥哥在师大副中当厨师 后来发现附近面包店里卖的面包 动辄一个七十块起跳 比他汗流夹背做出的一个五十块便当 赚了更多 于是才会走上烘焙路 觉得好像做这个比较好赚 做面包比较好赚 那时候自己也不爱念书 想说当一下学徒就不用念书 谁知道做烘焙念的书才多的 吓死人的多 就这样边念边学 他把欧洲烘焙制成奉为圣经 原料也以用活来品自豪 二十多年来担任过三个行馆 西华以及谢尔顿饭店的烘焙师 只是越做真相越名 最后惊醒梦中人 现在法国的果泥 那他们是从台湾进口过去的芒果 然后在出口做成果泥之后 再出口回到台湾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只是纯粹一个商业行为而已 这样子对农民对地球都没有任何意义 都只是一个破坏而已 念头就在脑袋里转哑转 终于十年前 他决定趁年轻还有铁力时 带着老婆回娘家横春 做些对生命有意义的事 每一罐都是眼泪在里面 接到流眼泪炸到流汗 你的泪它的汗 对啊 都在里面 麦香不好的无毒洋葱 炸过又打碎后 加入自己特调的橄榄油 胡麻油还有白胡椒和无醋去提味 结果成了在地农产的风味酱料 白饭味道再加这个 可能是能够把它秤多的更香 已经经过了三十几次 才到现在的味道 可能洋葱炸的温度不够 焦化的不够 所以甜分出不来 然后有可能是在调味的时候 什么东西少了 所以就会少味道 比如酱油少了一点就少味道 胡椒少了一点就少味道 麦得怎么样 还蛮好的啊 就是他们吃的都会很喜欢 所以他们就是几乎进来 只要有试吃他们就会带回去 年轻人建立起的平台上 卖着豆类 古物 雨来菇 各式各样小浓的产品 而潘石介除了卖洋葱酱外 还把过剩卖相差的无毒水果 做成果酱来卖 就很直接的让他们吃 让他们去尝试说 这个才是真正水果的味道 我们平常吃的都是化学 潘石介为环境尽一份力 正在进行中 而晚尊也已经是位准幼教师 两人未来的目标是 开间森林幼稚园 一位负责食安 一位是人格教育 要让友善土地这个观念 融进生活里 妄下扎根 他们的状态 对于是无关的 如果他们有养殡 他们会给他们打开 让他们打开 因为他们有养殡 他们在某些个人 因为他们在某些时 都会在某些时候 其实这两个人